星期四 芝加哥郊區一架加拿大國家鐵路的貨運列車發生脫軌事故 涉及約25截車廂 尚未有貨災或人員傷亡報告 事故發生在上午10時半左右 地點位於Madison小鎮 據悉攝市車廂內有一截車廂內的液化石油漆有所洩漏 液化石油漆是一種無色無味的二燃氣體 將其接觸液化石油漆會導致神經損傷、流鼻血等問題 當地消防局在脫軌事故發生後 立即下令疏散附近社區的居民 目前除了事故現場附近的房屋外疏散令而解除 鐵路公司表示洩漏已得到控制 脫軌原因正在調查中